北京时间9月7日消息,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小组赛继续进行,由朱宇林率领的四川女团13比1的比分,击败了刘诗文率领的广东女团。 在这四场比赛中朱宇林一局卫师,独自得到两分,刘诗文在球队2比0落后的时候,强势扳回一番,首场比赛登场的两位球员是孤燕和黄颖琪,从比赛来看,两人实力都差不多,四局比赛几乎每局都占至最后,但是孤燕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一些。 最终,以3比1的比分击败黄颖琪,为四川女团掀了一分,第二场比赛四川女团和新朱宇林登场,她的对手是张池,这场比赛除了首局张池还能打出攻势以外,第二局和第三局,几乎就是一边倒的局面。 朱宇林亨早上次取胜,广东女团连输两场,关键时刻刘诗文登场,她以3比1的比分,击败范思琪为广东女团颁回一分。 刘诗文和范思琪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极其精彩的,这两局比赛小宝娟在最后时刻连续得分以11比9取胜,第三局范思琪颁回一局,第四局刘诗文迎来爆发,打出6比0小高潮。 以11比5拿下这场比赛,四川女团在第四局再度派出朱宇林,后者以3比0横扫对手,这次朱宇林的对手是黄颖琪,黄颖琪一度给朱宇林造成威胁,但是朱宇林把心脏显度无疑,关键时刻频频打出强势得分,最终为四川女团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 本次全景赛最让人遗憾的,就是亚运会双金,王凡震东的退赛。 白震东结束亚运会后直接登附全景赛,但是早些时候宣布您上退赛,希望小胖能紧快恢复。 届时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,感谢您的关注。 请不吝点赛,订阅? 感谢观看